來到資源回收場 眼前堆滿滿的 都是壞掉的水塔 已經被堆成一座小山 大部分都凹陷變形 還有破損 幾乎看不出原貌 而這些幾乎都是 花蓮強震後被壓毀的水塔 收了多少個了 大概一、兩百個 應該回收場都滿多的 04、03地震後 花蓮各地的水塔嚴重受損 水電公司每天接獲修山的電話 接到手軟 但工廠的水塔量 根本不夠 無法應付龐大的需求 庫存全部賣光都還不夠 花蓮地區有大量的水塔毀損 民眾和水電公司都好困擾 就算幸運買到水塔 水電師傅也很難找 對此憲譜回應 目前正在研究 是否要比照 二零二二年九一八地震 用善款補助民眾購買水塔 那一九一八為例呢 當時就透過委員會提案的方法 來補助所有災民 一般生活在修繕的部分是五千 那在水塔的部分 因應物價的部分 有調高到一萬塊 目前花蓮捐款賬戶金額 大約兩億多 強震過後 災民住家回損嚴重 還得慢慢重建 才能恢復到正常的生活